深夜肚子饿 想吃点东西怎么办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那么就恭喜你了 因为这里的美食选择实在太多了 特别是宵夜 来来来 跟上小小鸡的脚步 我要带你去感受马来西亚的宵夜魅力 说起马来西亚的宵夜 大部分的当地人除了想到妈妈当之外 也会想到沙爹这道特色小吃 将腌制好的鸡肉羊肉或牛肉串起来 再放上炭火上烧烤 那股炭烤的香气 没有谁能够抵抗得了 跟着沙爹一起上桌的配菜和咕咚板 沾上花生酱又是不一样的美味 宵夜时间一群朋友围在一起吃沙爹 真的是太过瘾了 告诉你 Ramley Burger绝对是马来西亚最有标志性的汉堡了 说到Ramley这个牌子 原本只是一个冷冻肉的品牌 但是由于极大部分的汉堡当 都用这个牌子的汉堡肉来做汉堡 所以大众就将它统称为Ramley汉堡了 你看用奶油煎滚的面包香奔奔 加上鸡肉牛肉或者是热狗 再加上生菜洋葱和各种酱汁 另外还可以加鸡蛋和芝士 我敢说如果你吃过这个馅料足够便宜的Ramley汉堡 绝对你会觉得它比那个连锁汉堡品牌的性价比更高哦 哇你看看你看看臭豆腐的魔性香气 你是不是隔着画面都闻到了呢 那个浓烈的气味 有的人难以忍受 有的人却难以抵抗 炸的酥酥脆脆的臭豆腐 配上辣椒酱和泡菜一起吃 那种独特的美妙滋味 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欣赏的哟 我发现通常是入夜之后 移动式的臭豆腐小档口才会开始营业 反而给人一种深夜偷吃的刺激感 实在是太好吃了 这种看起来像是移动式火锅店的档口 卖的就是马来西亚特色小吃之一 Long Long 看看这里摆满各种路人的串串 海鲜 蔬菜 肉类 火锅料等等 爱吃什么就放入滚着高汤的铁桶内烫熟 然后沾上喜爱的酱料 就可以直接享用啦 拿着各自的碟子站在炉子旁 边和朋友聊天边等着落落熟透 这个就是你别样的马来西亚宵夜选择 Oh my god 我只能说这些宵夜也太精彩了吧 身为吃货的你说的就是你 来到马来西亚绝对不能错过 一定要吃它吃它 吃它 吃它 吃吃 It's 吃 吃 吃 嗨嗨嗨嗨嗨嗨